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奧奇傳說》 《奧奇傳說》是一款休閒社交娛樂為一體 充滿冒險精靈養成的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小奧奇 在奧奇城裡經歷各種傳說 蒐集各種精靈體驗陣型作戰的遊戲特色 為了保護這個世界的和平奮戰下去 戰鬥採用是即時戰鬥方式 最多可以五位角色上場 在角色攻擊的方式就分為兩種 一種是技能攻擊 一種是超必殺攻擊 在使用超必殺攻擊時 也會有專屬的動畫去演繹 除了攻擊之外 在排兵步陣上面也是需要很多的技巧 除了不同的陣型會有不同的效果之外 在屬性的克制上面也會有非常多的差距 最多可以查到一倍的攻擊量 在故事裡面的角色精靈也都會在遊戲中登場 也都可以蒐集成夥伴 在劇情上面 角色人物採用現今最六星的2D Live技術 讓許許乳生的精靈都展現在玩家的面前 更有大量的動畫去展現故事劇情 更讓玩家能夠融入在遊戲當中 而目前遊戲是入版上市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玩這款遊戲叫做傲奇傳說 那它是一款算是冒險跟精靈養成還有角色扮演的 算是手機遊戲 那我個人認為它是有一點點像是台版的算是生氣寶貝嗎 類似的遊戲啦 類似的感覺 對 最主要也是蒐集一些精靈啊 然後 算是回合制嗎 因為我之前有測試過它好幾款遊戲 也是回合制 或者是一些即時類即時戰鬥類型的 然後都是要蒐集養成精靈這樣子玩法 不過這次的感覺還不錯 因為蠻新的 就是它的 你看它的人物 都是算有一點2D Live的感覺 還不錯 那只是說可能故事背景跟劇情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根據 我查了一些資料 它說它其實最早期算是一個有點像是 網頁遊戲的感覺 對 那目前花絲路版它才剛上市 那我想說我們來測試看看 因為畢竟那個遊戲最近真的比較比較少 而且遊戲類型太 太太無趣了 就是通常都這樣子 所以趕快測試一些新的遊戲看看 好 目前是有物理攻擊跟魔物攻擊 上陣 哇 有9個人耶 9個人嗎 感覺有9個人可以上陣 這就是一種即時的回合制 對不對 然後會自動使用技能 算比較簡單一點的玩法 我把聲音關小一點 其實一開始有男跟女 我是原本想選女啦 但我記得那個男主角是男生 所以想說算了還是選男生好了 感覺起來它應該會是有一些動漫 對不對 會應該有動漫 好 我們現在到了基礎教學喔 你的對手是火屬性精靈不死心 戰力只要150就夠了 不畏懼死亡才能在生死的賭局中勝出 不畏懼死亡才能在生死的賭局中勝出 挑戰 喔 不只喔 削弱 對削弱30%啦 超能 雖然我覺得遊戲型態不是那麼好 可是我覺得它的2D的那個感覺 如果說加上你本身對這個故事情節 或者是它的背景是比較了解 比較喜歡的話 可能會比較想要玩 像我就可能 不太懂 雖然我測試過好幾次 我就覺得它就是神奇寶貝的翻版 WOW 不錯喔 雖然攻擊力很弱 嫩嫩的 我但我有沒有這種超級動畫 應該也會有吧 超殺 應該也是一樣啦 你必須要SSR才會有那個 可能就是超必殺的動畫 這樣子 欸我們得到了嗎 它是什麼級的啊 它沒有說它是什麼等級的 我們先按照故事劇情去走吧 恭喜你 是你 金凌晨 重點是它們都有語音啦 雖然說語音那個 有時候大家聽不習慣 但是我覺得至少是 有語音的讓人家比較容易融入遊戲狀態 就像我們可能會聽日語的 誒 始祢的之類的那種 誒 始祢的之類的那種 誒 始祢的之類的那種 誒 始祢的之類的 但是就是 有語音總比文字好很多 現在的遊戲應該沒有 很少沒有語音了吧 除非就是很差的遊戲 小驚艷果 讓精倫的等級 達到上限 小驚艷果 就需要突破等級的限制 才能夠繼續成長 誒 我的工資也會上漲嗎 誒呀 好會講話 哇 一無四處變成十分常見 可是超能不知道是最強的嗎 誒都是誒 還是超能值一個名詞而已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以更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 他沒有就是說誰是屬性比較好 他只有用屬性 他沒有分等級 然後我記得之前那一盤的話 也是這種回合制 不是幾十是回合制 但是而且他會有連續記喔 那種圈圈倒露的感覺 不一樣的風格 這要幹嘛挑戰喔 哇 這也是 我是一個火屬性肉盾 可以克制草屬性的坦坦 坦坦 在九宮八陣的挑戰中 請您不能放置在被鎖定的位置 被鎖定的位置 有點不太懂 放著我來 誒其實戰鬥的話 如果依照他這樣說法 其實戰鬥是蠻有一些技巧的 然後 可能還是要看怎麼玩吧 如果真的要認真玩的話 現在看到都會很認真想說 要怎麼 怎麼排陣型 排什麼的 我沒有得到一個了 我們可以不要再玩這個了 我想玩劇情啊 我們已經得到五個人了 對啊 剛剛那個 不是這個吧 這就三個精 我剛剛說小隻那隻 就是很 比較有名的 我的 我的槍槍已經 雞血難耐了 謝謝你 我終於能夠的 訓練師 肯為您強大的精靈訓練 我希望與你們一起走下去 每一位奧奇學 我也可以擁有 不錯 你作為剛入學的新生 我會授予你隊友的訓練師稱號 哈哈 萌新訓練師 好low喔 呵呵呵 好low喔 欸我們可以召喚新精靈了喔 感覺起來喔 好 十連抽 算你 算你是好 至少給個十連抽啊 一個金色 那我猜金色應該就是最好的啦 下面那個是什麼意思啊 他適合哪一個陣型是不是啊 他只有都五個而已喔 也就是說 五個是最好的 我傳說 魔法輸出 好吧 這個是什麼 這不是我們剛剛得到的意思嗎 喔不一樣 我剛剛想說會不會有免費抽 我們可以來抽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普通抽嗎 欸我們剛剛是普通抽耶 小諾 原來小諾就是 我 就像我們的皮卡丘的 的類型嘛 小諾小姐 還挺有禮貌的嘛 不站隊伍 他們選擇 有一點搖緊記在心 在精靈執行委託之前 增強他們的力量 是必要 身 珠雪小姐 你們 現在珠雀 失戀時 不會讓我的同伴失望 再給他生一個 涅槃重生 別開玩笑啦 我可是珠雀 涅槃重生 別開玩笑啦 我可是珠雀 所以金色是最好的 欸我們剛剛看一下我們的人物好了啦 這個是超能就是 算是那個叫什麼SR嗎 應該這樣子吧 這也SR嗎 大概我們大概 大概解釋一下SR 傳說就是SSR 好不好 換的時候就是 弱 就是R好不好 就是R 怎麼那麼多R啊 很弱欸 好啦還蠻可愛的啦 可愛歸可愛的感覺很弱 沒有用 然後我們把那個裝備一下 剛剛是這個裝備嗎 還是角色 這裡 還不行啊 要等一下上去裝備 好那我們就繼續按照我們的劇情走 劇情有點久 喔有劇情喔 所以他那些應該都是動漫動畫裡面的人物喔 算是比較主要劇情的人物 我們把這段跳過吧 正常的話應該會送一些東西啊 就是因為他算是新開服應該送一些資源 我們等一下看有沒有新資源 所以他也是有動畫的 我感覺起來他動畫應該 不是 不是為了遊戲做的喔 應該是本來就有 所以我個人也蠻喜歡就是玩動畫 欸 IP改編啦 雖然說有些動畫IP改編的遊戲 非常的無趣 但是我認為如果是喜歡的話 我還是會勉強玩一下 可是 可能玩一個 一段時間就停了這樣子 好看完漂亮的動畫 我們趕快來進行下一段 等一下 剛剛是不是應該會有什麼姓 郵件 郵件是空的 我們去沙之國 沙之國找我愛羅 什麼 他是我愛羅 他說他在我愛羅啊 那個叫什麼 火影一直不給人家出新的遊戲 真的很煩 欸為什麼沒有動沒有聲音啊 沒有聲音欸 還是聲音變小了 我把聲音調大 有了有了 我把他調大一點 有了有了 我把他調大一點 被人家凹成一定要去打 好啦 終於有冒險故事劇情了 還有公測福利 欸我要再上場啦 OK 他自動幫我調上場了 會不會不要有那個彈啊 關掉啊 關掉啊 剛剛那是超必殺 可是我覺得動畫有點醜 因為我們現在動畫是用兩倍速啦 兩倍速比較好 速度快一點才過癮啊 其他好像都還沒有 節奏慢一點 來了 超必殺 超必殺是打前排兩個 兩個人喔 欸為什麼要死掉 真的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用快速啦 因為好慢喔 節奏超慢的